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整理了一下 前一阵子在韩国引起非常大争议的 变性军人朴尼苏事件 1998年出生的朴尼苏 从小开始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 为了实现梦想 在青州市上学的他 就去了位于全罗南道的特性化军官高中学校 之后通过了严格的审查过程后 最终被任命为士官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不过朴尼苏从高中时期开始 就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了混乱 只不过为了自己的梦想 拼命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而已 但是终于达到了极限 有一天 在国军医院精神科接受心理自伤的时候 朴尼苏承认了自己压抑的情绪 开始接受了荷尔蒙治疗 之后回到所属部队后 宣布了自己出柜 这个时候 所属部队本来可以对朴尼苏进行 现役不符合审议 也就是判断他适不适合当兵 但是就像后来 朴尼苏在记者会亲自公开的一样 当时所属部队的大队长 军团长战友们都支持了朴尼苏的决定 也批准了为了动手术而出境的国外休假 而且所属部队也向陆军本部提交了 朴尼苏在变性手术后 能够继续从军的意见书 就这样在2019年11月 朴尼苏飞往泰国接受了变性手术 从这里开始我们快速看一下 在手术结束回国后 朴尼苏经历的所有事情 在朴尼苏归队后 因为身体上的变化 而接受了军队义务调查 这个时候朴尼苏希望 能以女军继续服兵役 但是陆军医院根据身心障碍等级表 以丧失男性生殖器官为理由 判定朴尼苏为身心障碍三级 并准备召开退伍审查 就是决定该不该退伍的审查 2020年1月21号 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议 因为变性而成为退伍对象的话 是侵犯人权为理由 要求陆军将退伍审查延期三个月 2020年1月22号 虽然在前一天有了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要求 但是陆军还是决定召开 以男性入伍后 接受变性手术的事关的退伍审查 2020年1月23号 朴尼苏召开记者会苦诉 也向媒体公开了 当时所属部队赞成了自己的意见 没有召开现役不适合审议 希望不要差别对待新手术者军人 请求能够让自己从军 但是就在当天 陆军还是决定了朴尼苏的强制退伍 朴尼苏有出席退伍审查委员会再次要求 希望能以女兵从军 但是始终没有被接受 之后朴尼苏与军人权中心 一起向陆军提交了取消退伍处分的申请 但是也被驳回了 2020年8月 朴尼苏向大天法院提出了 取消退伍处分的行政诉讼 而这个时期 联合国也发出声明表示 强制让接受变性手术的朴尼苏退伍 是违反了国际人权法 但是对此韩国政府回应 按照国内法 接受变性手术的朴尼苏 身体等级被分裂为第五等级 而第五等级的人无法从军 只能在战争的国家紧急状态下从军 而且朴尼苏在退伍审查委员会亲自说过 需要每三个礼拜打荷尔蒙症 要持续的接受荷尔蒙症 所以就下了这样的决定 对于韩国政府的这些回应 朴尼苏与军人权委员会再次反驳 朴尼苏没有擅自离队去动手术 而是有向所属部队报告过 而且在接受手术的前一年 一直都有接受荷尔蒙治疗 所属部队也都知道这些事情 当时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正常的执行了任务 但是在手术回来后 却因为同样的理由而不能从军 实在是无法理解 2020年2月1号 国家人权委员会再次向陆军申请 取消朴尼苏的强制退伍 但是这次也被陆军拒绝了 2021年3月3号 朴尼苏在自己的家 结束了22年短暂的人生 对于朴尼苏发生的这些事情 虽然也是有手术网友们帮朴尼苏说话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反应都是 不要把军队当成是一般的公司 朴尼苏接受变形手术是本人的自由 但是以男生的身体当兵后 想当女兵的话就重新申请入伍吧 怎么往后处想都觉得她很自私 陆军只是以原则处理了而已 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应该知道 韩国对LGBT是比较保守 虽然说比以前是好了很多 但是因为宗教 颜色 文化等的因素 还是会有很多人排斥 所以朴尼苏应该也是因为 失去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承受不了周围的歧视 而做了极端选择 所以韩国陆军对于 变形军人朴尼苏的处理方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